2018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家餐厅里 那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现在想想那家很可能就是米其林餐厅 我第一次听到米其林这三个字 其实是在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 那次我向我的朋友介绍我们华盛顿地区 着着烫的一家餐馆 是意大利餐厅 他的名字是Fayala Marie 可能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这个餐厅 我跟他跟我这个朋友说 我说这家很好吃 他马上就回我 他说那当然了 那是米其林餐厅啊 当然好吃了 所以这之后 我其实也时不时地听到别人提到这个米其林 但是我从来没有与我更多的关注 直到其实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吧 或者是我经这个我的好朋友 张聪孝女士 认识了今天的讲座嘉宾高盘盘博士 并拜读了他的书 我的感觉是他的书 讲的虽然是但是如说他在书里头提到他一会儿也会讲的分子料理的味道搭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也是一个很有延伸性的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想象的这么一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座虽然我们是想讲的是米其林商米其林食品 但他会给我们有富有不同的意义 这也是我特别的推荐这个讲座 我记得有一个乐队指挥 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一个出色的指挥 他就像是一个出色的大厨 这个印象我也非常的深刻 这个讲座从筹划到现在其实就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很想能够赶在春节前的一周举行 在这么仓促的时间里头 这要特别感谢高盘盘的通力合作 他为半杯清茶社设计了一场私人定制 两体残疑的这么一个讲座 也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也是高盘盘的朋友 聪孝女士 还有我们半杯清茶社的燕伟琴女士 他们都有很多的揭露跟帮助 在演讲之前 我先提醒大家 刚才季云已经说了 还有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在这个chatbox里头留言 我们会讲座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依照这个提问的次序 来谈谈一一作答并互动 我这里头插一句就是刘源 就是我们半杯清茶社的刘源 他跟谈判是大学的校友 所以他今天也想过来 就是为谈判今天的演讲 先说几句话 所以我们在演讲 讲座开始之前 与我们的半杯清茶社的老社员 刘源女士讲话 那刘源你来讲吧 好 谢谢小荣 首先我长话短说吧 我跟盘盘有好几层的缘分 第一个呢 现在好多都心叫师姐 好多朋友都叫我师姐 其实这个师姐的这个词 用的不太恰当 因为你要是共享导师 才是师姐 对不对 但是盘盘跟我 真的是师姐师妹的关系 我们都是北大生物系 生物理和生理专业的前后同学 所以他的老师 也真正是我的老师 所以他是我真正的一个师妹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网员 就是近年来 大家都在经常在网上听讲座 他也听过我的讲座 我也听过他的讲座 所以呢 我们也是网友 那么更深一层的关系呢 是我们最近虽然神交了很久 最近呢 真的是在湾区见面了 一块去看展览 一块吃美食 所以也让我亲身感受到盘盘的魅力 那我在这儿 刚才小荣也推荐了他这本书 我也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 他这本书 取的名字是他其中一张的张名 叫做未来之夜 那么我 我们从他这个 他每一张的这个题目 就可以看出来 他不光是品尝美食 我觉得在美食这个领域里 有很多的层次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都喜欢吃美食 那就是第一个 最基本的层次就是品尝 第二个就是制作 所以盘盘他不光是品尝 全世界的米其林餐厅 而且呢 他回自己家里去 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创作出 米其林这样等级的美食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他把美食提升到文学的高度 因为他虽然本身是学生物 后来又做律师 但是他的父母都是文学方面的专家 所以大家如果来看这本书的话 就可以觉得真的是美文 不光是美食 而且是美文 他的每一篇 他美食体验 都让大家可以感到 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 他把这种味觉的细腻 味觉的这种在舌尖上的精华 都用非常优美的文字 给我们分享出来了 那么第四个境界 我觉得是更高的一个境界 就是说很少有人把美食 跟艺术联系起来 我这次去的时候比较遗憾 他本来是设计了一场 艺术的想念 就是说可以吃的艺术 他已经做过几次了 在湾区的一个画廊 一个艺朗里面 他可以把它呈现给大家 一个展品 这个展品都是可以吃的 那我又不多说 就让大家来听听盘盘的 这个今天跟我们分享 他这个四个层次对美食欣赏 我呢比较抱歉 我刚刚下微信 我过去的大概三十多个小时 没怎么睡觉 我也许可能会早退 不好意思跟盘盘先道个歉 好 那让我们大家来一起 期盼着盘盘的这一场 精彩的分享 谢谢 那谢谢刘元姐 我们那我们现在就有请 高盘盘博士 分享她的美食艺术之旅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刘元 学姐 刘元师姐 对 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 因为这个 你把我的书和我做的东西 比我自己总结的都好 真的谢谢 当然非常谢谢半杯 然后谢谢小荣社长的介绍 我很荣幸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结识半杯这些有品味的朋友们 然后分享我的美食和艺术经历吧 我下星期当然是过年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先拜个早年 愿大家龙年大吉万事顺利 好的 我先呢 要把这个slides share给大家 这样大家可以看 等一下 好的 好的 我来分享一下 好 等一下 好的 好像可以看见了 大家可以看见 好的 可以的 可以看见 好 谢谢 那我就开始自己的这个 这个 谢谢 这个 好的 那我就 我就先这个 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一会儿还会给大家介绍 我的美食经历 但是呢 我现在先做个很简单的 自我介绍 大家可能也知道了 因为我是 刘言大姐的这个 学妹 师妹 然后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 生物物理专业 八三级的学生 毕业之后呢 我就也没有 没有悬念 我就一直在做 生物学的研究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个90年代 我像所有我们今年 就是这批同龄人一样吧 然后到美国 我是到东部来这个 接着做这个生物学的博士研究 我当时研究的是分子神经生物学 我那个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 这个机缘巧合吧 我就到了加州的硅谷 加州的硅谷当时 就是我在斯坦福做博士后 这个阶段呢 就有很多 当时这个硅谷呀 这个知识产权 IP老非常热 我就好多这种 law firm的人就来劝我们 说你们这个底子比较好 可以去法学院 接着做这个当专利律师 我就在这种劝导下吧 就在加州语读了一个法学博士 这之后呢 我就一直在做这个 生物医药口方面的专利律师 可能跟这个半辈的很多朋友 说不定都是业界同行 不是律师的同行 但是业界同行 在生物医药口的 那这个 这是我的主业了 一直到现在 我有不少业余爱好 爱好比较多 喜欢文学 艺术 美食旅行 这些爱好呢 有很多 就最后就集中到一本书 就是《未来之宴》这种 所以呢 我去年就出版了一本书 《未来之宴》 实际上是总结了我 好近多年 就是说在这个 在世界旅行 然后那个米其林的体验 体会 所以呢 也是这种 部分的原因 我今天能在这儿 给大家给讲座的一个原因吧 好的 我们今天是讲 米其林美食品赏 所以呢 那个 我那个内容不少 所以我就给做了个小大纲吧 大家大纲不要好好 好贯穿这个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做了一个是这个 这个 第一个我给大家讲 这个新潮美食 就米其林美食的品赏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自己做的 所谓家庭版的 带括号的米其林吧 新潮版的春节菜羊 也许对大家有些启发 然后最后呢 我想分析 分享一些 《未来之宴》的写作经历 在这个期间呢 你可能大家 我有四顶帽子吧 头上有四个角色 我是美食家 厨子 作家 艺术家 不是说自己真成了这些家了 只是说 我这个角色 是这四种角色的变换 然后呢 当然他离不开美食 也离不开艺术 就实与异 那我们先不谈米其林 先谈谈美食品赏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就是现在就像小龙市长说的 这个吃啊 可是越来越成为时尚 你现在走出去 哎呀 这个餐馆真是花样百出 各种风格 从这个 这个这个 外边的这种 这种非常精致的 到这个开水的 但是呢 它的菜呢 你看起来 都现在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精美 你要到一些 非常顶级的餐馆去吃饭呢 你发现 它的菜做的跟艺术品 都没什么两样 而且呢 你在品尝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个艺术体验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这个 百花齐放 那我们作为食客 我觉得也不再满足于 吃饱了 就是说 物美价廉了 这种东西 我们从吃饱 尤其是我们这个年段 我们从吃饱呢 要吃的 要求吃的越来越精致 我们从就是果腹 到了越来越想品尝 那这当然很好 但是呢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听我这些朋友 就是告诉我这些经历啊 什么的 就是也是眼花缭乱 有的朋友吃完说 我花了不少钱 吃了这个米其林啊 我怎么觉得吃不懂呢 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懂 他那是做什么呢 这个呢 也不奇怪 因为呢 我觉得是因为 不像文学啊 艺术这种东西 他这个 评赏的这种历史很长 我们美食达到这种 像艺术性的评赏 这种比较高端评赏呢 也才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啊 所以呢 米其林这么火 也才 其实也才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所以呢 这方面的知识呢 并不太多 而基本上 除了你是很资深的老套 你对美食 整个的美食风格呢 还是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解啊 那希望我这本书 和我今天的讲座 能够partly谜补这个空白吧 给大家提供一些 有意思 有帮助的这个知识啊 那我们有时候 看到人吃完饭 到一个餐馆去吃饭 出来的时候 最常说的话是什么 哦 这个菜不错做的 这个肉很嫩 煎的 这个鱼呢 新鲜 酱汁呢 很香 这个很好 这是很直观 很主观的一种感性体验 这个算不算贫赏呢 我觉得这也算贫赏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初级的贫赏 那我们再谈看看 什么是贫赏 什么能真正成为 比较高水平的贫赏 那我觉得成为贫赏的 第一个 它必须有一定的系统和框架 就像你贫赏的东西是个点 你必须有个坐标系啊 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学文学的 我们都知道文学史 我大致要知道一些文学史 文学的流派 然后呢 我们学艺术农面 要略略的知道一些艺术史 这个是现代的呢 还是古典的 还是当代的 还是什么 哪方面的 所以呢 要有一定的系统框架 还有呢 要有相对客观的优劣标准 这个我觉得在美食方面 尤其难做到 因为美食非常personal 非常的个人 非常感性啊 这个是 但是呢 必须有一个相对客观的 一个标准 如果你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说 我妈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这个我完全同意啊 因为我非常佩服这母亲的厨艺 但是呢 这个不能作为标准啊 所以说相对客观的优劣标准啊 然后呢 在这种框架和标准下 我们给予它分类和评级啊 那这个一会儿你就知道 这是exactly米其林做的啊 米其林就是这么做的啊 好的 那我们先不谈米其林 先看看啊 我们走到 一个地方 有几类的小品 几类品级的美食啊 但是无非就这几类啊 我觉得你在应该一个地方 第一个呢 家常小吃啊 就寻常百姓冲击的东西啊 它的滋味很充足啊 很好吃都是 第二类呢 我觉得是一种像 重规重矩的高档餐厅 这个餐厅呢 人家的菜品呢 更讲究了 更样数更多 小吃有时候就像一种啊 样数更多啊 然后呢 人家的摆盘也更精致 环境也更优美 它非常适合聚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高级感呢 是重规重矩的 不会给你惊诧啊 你去了之后 你去这地方好多年了 你都知道 它是个怎么个高档 高档和高级 高级的感觉啊 这个呢 就是说 它在新颖方面 就少了很多 因为它不会老花样翻新 这个是适合于聚会的地方 像我们什么地方 是这种牛排馆 比如说你 高级的牛排馆 或者我们一些 像PF Chan 也许 也许能够得上这种吧 就说 稍微这个啊 像我们有些比较高档的 海鲜馆 这个月菜馆 也属于这种啊 那么第三类呢 我觉得就是顶级的餐厅 就是所谓的米其林餐厅 和上了世界上最好餐厅名单的啊 大家不要着急 什么是世界最好餐厅名单呢 一会儿我还跟大家说呢 这就先听着就是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城市 能呈现给世界最上层的美食艺术 它重视的是创意 新颖 当然它也重视质量 质量是没得说的 那么如果做的好的呢 品质好的 它可以完全是一个 味觉和视觉的艺术享受 这就是我们这个 今天想focus的东西 然后呢 它都不是一个菜 它是一组菜 所以叫tasting menu 一会儿我们还要解释 为什么tasting menu这么重要 具体到每个菜 它都有很复杂精致的味道搭建 但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 它非常突出那个主要食材的本味 它不会用那个调味料压住它的本味 这一点呢 是第三类跟第一类最大的差别 第一类人家有时候不管 你麻婆豆腐它很辣很麻 它根本就说你有味就行 它不管你这些东西 但是呢 第三类是非常讲究这个东西的 那这就是家常小吃和这个顶级餐厅的差别 和这个宴席餐厅的差别 我们经常 我知道可能我们喜欢川菜 我们有时候川菜 有时候有熟悉的朋友们 不知道听没听过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川菜的家常菜都是辣的 但是呢 宴席餐厅没有一个是辣的 这是绝对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不管中餐还是西餐都是如此 那么有了这个框架 有了这个框架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就可以对它这个整个美食版图 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比如我们到了西班牙 我们就不光是吃海鲜饭了 我们还可以吃分子料理 因为分子料理属于第三类的 甚至比样分子料理之外高级餐馆 那么但是呢 那个我经常看到的呢 就是说我的朋友中 跟我背景差不多的朋友中呢 有这么一个错误 就是说他们经常在第三类的餐厅里呢 寻找第一类的体验 比如有人就经常跟我说 这个米其林还行吧 但是呢 我觉得没有吃完拉面好 对你看 这是典型的在第三类中 寻找第一类的体验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 当然有一个方面 就是说家常小吃比较好理解 经常吃 还有一个方面 我觉得是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就像这个小容社长刚说的时候 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是相对比较经济条件一般的 中国那时候还比较穷 所以我们对美食顶级美食的记忆 其实都是这种家常小吃 肉啊 这个红烧肉啊 什么这些 这个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是有谁 那时候小时候啊 在那个顶级的餐厅里吃过宴席 很少 这种精力很少 所以这类餐厅反而是我们去的很少的 那我就觉得啊 那现在我们有条件了 这类餐厅一定要多去啊 我们要打开自己的美食事业 这就回到了我第一开始跟小容社长说的时候一个问题 就说我们是不是人为什么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米其林 我不觉得人一生要去一次米其林 我觉得每年都应该去一次米其林 为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 因为我们小时候并没有太多体验过这顶级餐厅 那么现在正好是时间来扩展我们的视野啊 我希望我这个讲座之后呢 能够激起更多大家去米其林的兴趣啊 那那我就没有白讲啊 好的 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些这种品级的分类啊 那我们再看它cooking style的分类啊 那大家可以看 当然这个传统大家都理解 有些人的店 比如有个法国锅牛店 开了三百年了 对吧 这就是人家有一套人家的东西啊 那么当然 另外就是新潮 所以米其林这种餐厅吧 那就是 哎 这里边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格啊 有融合的 有原乡美食的现代版 有从菜园到餐桌的 有的叫新美国风 美国尤其多 北欧风 分子料理 现在发菜 这些大家都不要着急 我一会一一都会剪啊 就它有这么多分类啊 那这些 你看 你大家也没看出来 有些东西 为什么变成黄色的了呢 就是说 这类黄色的餐厅呢 占了米其林餐厅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啊 as of 2024啊 所以呢 你如果不理解这些style呢 你基本上就没法欣赏 米其林啊 好的 哎 那我们这个也是接着在说这个 为什么这种餐厅 就理解这种style是很重要的啊 第一个 我们当然是理解美食版图了 因为它现在被便利看 你刚才我列了多少门来 你不听 你不理解 你就根本没法知道啊 还有呢 最重要的我觉得 就是说 一会还要再讲 就是说 这种 这种方法的思路 就是说 让美食变成了 以食物媒介的艺术 它特别重视创新 所以厨师呢 不像我们以前想的啊 就在厨房里 切菜 炒菜啊 这个 炸炸的东西 而且好多年就做一种菜啊 就是 就一个方法 这种厨师 他几乎是天天的幻化样 他就 他就愿意创新啊 所以我们知道这东西 我们才能看门道啊 不光是这呢 我们也看个门道 哎 对 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 因为是米其林品杀嘛 我们再讲讲米其林的历史啊 这要不要一些硬知识就是了啊 米其林呢 一点也不高大上 现在我们听米其林 啊 高大上的美食 米其林并不高大上 米其林是轮胎公司 对 所以1889年 两个兄弟俩 米其林兄弟俩 建立一个轮胎公司 这两个兄弟很会做生意啊 建立轮胎公司 他说 哎 这个轮胎 它是跟旅行紧密相关的 对吧 你不能轮胎什么的 到哪去换 到哪走 我们干嘛不顺便啊 告诉大家 哎 到哪旅行好 到哪住好啊 比如到哪吃好 我们顺便来个这个怎么样 哎 这是个好主意 哎 所以他就一开始这样 1900年 就有一个叫红皮书指南啊 就开始说啊 你到这个南法 你要住这儿 我们平的 觉得这地方不错 什么什么的 哎 他并愿意变成个旅行指南 但是呢 啊 越来越 这个focus呢 到了饭店了 到了吃上面了 啊 所以他1926年 开始受星了 啊 人家开始 开始受这种饭店 哎 他用他的排行标准 给你说 你好 还是不好 还是特别好 哎 所以呢 他1936年公布了 他这个星级标准 哎 到现在你看这多少年了 大概 一两百年了 把两百两百 两百年了 哎 那现在呢 就是这个东西 几乎成了最那个啊 有权威性的一个饭店排名标准啊 你们能不能说这 这个简直amazing right 你说为什么呢 我觉得呢 是因为他有他的星探系统啊 他有非常严格的匿名星探系统 比如说我这个人有钱 我我开餐馆 我很有钱 我能不能塞点钱给米其林 让他贿赂米其林 让他给我排成三星的 哎 不行 这个他就是铁面无私的啊 为什么呢 他的星探都是匿名的 谁是星探 你不知道啊 而且呢 什么时候访问餐厅 也没人知道啊 这个星探的家人甚至不知道 这个人是星探啊 所以呢 他就是独立 这是他为最最最最最严专业 可靠 当然还有热情和品质 这都是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匿名的独立的系统 是他最后就是让大家景仰 让大家幸福的一个一个最重要的quality 你没有说啊 我给你塞点钱吧 你变成三星 没有 所以大家对他评的心 就尽管那个也有星探本人的一些偏见啊 这个不能避免 但是至少这点他是能trust 好的 那我们去那说米其林星星星的 那我们再看看他星的意思啊 好吧 那我们一星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是同类之 就是叶别中出众的餐馆 是比较出众的餐馆 这个地方很出众 二星呢 是杰出料理 值得绕到前往 就是你走到那 这个值得你绕一个路 你看这跟旅行还是连了一块 三星是出了一把萃 值得专门到访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 这个访问米其林三星 我们根本不是说啊 我今天去西班牙 我订一个米其林三星 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说西班牙有某某米其林三星 我想往已久 我专门订一张票飞到西班牙 去吃这个餐馆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当然我也希望这些餐馆值得这个 所以这餐馆的压力 你也可以说很大 如果我开了一个餐馆 是好多人专程来吃 不远万里飞过来专程吃我的菜 你想我的压力给多大 当然它就很优秀 它追求质量 这就是良性循环 那还有一个就是 Beebs 就是那种米其林推荐的了 米其林推荐就是它这个东西呢 不合米其林的标准还 但是呢人家也不错 多半是一些要大众化的那种 local美食 这个也有的也挺不错 但当然它比不上一星二星的水准 差了很远 但是比起比如说一众的餐馆 人一上了米其林推荐 也还算是可以了 这是个米其林推荐 那有人经常跟我说 我的朋友说 哎呀米其林没什么 一点都没什么 那就是摆的漂亮一些吧 然后呢环境优美一些 服务周到 这个完全是错误的 你看米其林的评级标准 完全都是要包的菜 你就可以看到这几个菜 几个菜肴 首先是盘中食材 盘中食材就说 你这个食材呢 你必须是新鲜的 好的食材 你不能弄的烂的不好的 那种质量 questionable的摆上 这个是人家非常看重的 你首先食材都得好 还有呢 烹饪技巧 你这个人做得好不好 你不能把食材做坏了 就是你 而且你 你这里边有没有 很巧的那种烹饪技巧 人家是看的 口味的融合 这一点实际上在一些新式的餐馆上 是个问题 就是一个issue 为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创新的餐馆 可能没有经过多年的锤炼 它口味上融合有一定的问题 这就是有些人问我 怎么我去了这家 这么奇巧一个餐馆 吃的这么难吃呢 有这个 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讲口味融合 也是它一个标准 就是说是不是符合这个 还有呢 创意 菜肴所展示的创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菜品的持续稳定性 所以这个心态呢 并不止去一次 它去两 至少去两次 它一看 哎呦 这第二次和第一次 完全一样 那那没问题 那比如第二次去了 这个菜做得很差了 那就不行 所以它是持续的稳定性 对 这个里边呢 它当然说了这种 评级的这种菜肴的东西 米其林有没有 service方面的一些标准 也有的 他们有一种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 完全就是说 说的就是说 不是完全说的那么仔细 但是它有的 你这个service 你这个ambia 也有一定的关系的 但是它主要的评级标准 还是在菜肴上 我经常 我们经常 现在可以听到米其林 是肯定的 你还经常听到一个word 我经常说 我经常说 这top 50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这俩什么关系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可以解释解释 所以呢 top 50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跟这个米其林呢 其实根本没关系 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它是 伦敦在2002年 一个杂志叫restaurant 它开始评 这个top 50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这个我们还可以说 别的机构也评 但是 但是 只有这一家 现在是 大家公认的 最authority 你不用跟别人说 哪个机构评的 你只是说 这个人上了top 50 of the world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所以呢 top 50 of restaurant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后来 集中大量的 gulinarism master 好厨师来参评 而且好厨师来进行评比 来参与评比 所以这个简直就是说 这个取个不太恰强的比喻 这个呢 就是那种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 厨艺界的诺贝尔奖 每年的诺贝尔奖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样的架势 那么 尽管呢 它跟米其林 完全不搭界 其实 但是这里边评选的餐厅 至少都是米其林二星以上的 因为它 它们commonly会有一定 good of the quality 那是肯定的 所以呢 基本上就说 这是 所以他们是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 米其林中的top 就是top of cream 这就比较 比较 比较那个什么了 而且人家的top 50 还不是说 你上了top 50 而是你是number 10 人家都给你评的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等于说 cutting edge的东西 大家应该是关注的 那 不好意思 这个就回去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大家要关注的 叫什么 James Beer Award James Beer Award呢 是美国的厨艺大奖 每年都有的 是个James Beer Foundation 评的 那你可以把它做个 再不恰当的比喻 那就是什么呢 普利策奖 相当于新闻界的普利策奖 所以这两个东西 评出来的东西 都是最cutting edge 最引领先锋的东西 是大家最关注的 大家也是一梦寐以求 想上这个榜单 这个是他们的关系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直观的看一下 米其林的菜品风格 我就到了这个米其林网站 Type 3 三星 美国 这整个东西还 我就做了个screenshot 你可以看看 每一个都是新潮的 没有什么传统的 每一个百分之百 绝大部分 说的还是比较保守 就是百分之百 那就是说了 我们必须得了解这种 了解这种 这种cooking方式 那大家说了 你有什么资格 评价米其林 你是大厨吗 这我就讲讲 我的美食经历 这个米其林美食和我 新潮美食和我 好的 我这个其实小时候 一点都不会做饭 因为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一个 很能干的外族 和很能干的妈妈 都很会cooking 那你们大家肯定能知道 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女儿就啥都不会干 我是一点不会干 对 所以呢 那个 我这个出了国之后呢 和我同龄的这些留学生一样 有一个很坚定的中国味 就是那时候到处找中餐 哎呀 真是觉得特别什么 西餐有吗 我有啊 当时什么burger啊 什么当时这个牛排啊 也都有 但是我印象中 西餐一点也不好吃 有特别浓重的西红柿酱 那种 还有那种奶油 我的确觉得并不太好吃 这一切呢 就是在十几年前 完全改变了 为什么呢 当时我因为健康原因 就是我这个 当时就是各种各样健康原因吧 我就开始猪性 猪性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就每天呢 积攒大量的水果蔬菜啊 然后呢 把它榨成汁来喝啊 而有时候一天喝一盆 哎 这种这种水果蔬菜 哎 喝喝喝 喝了大概有那么快一年 大概好几个月 嗯 喝完之后呢 我觉得 哎呀 我健康真的好了很多啊 我就 这个这个我也是 recommend to everyone啊 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啊 但是呢 有一个我真的想象不到的东西 就是说我的味觉改变了 啊 原来比如说我吃点菜 我都需要油盐酱醋调味 咱们中国人都要油盐酱醋啊 调味 现在我不需要了 就是说我可以吃到它菜的原味 哎呀 当时我就觉得像开了新大陆一样 哎呀 我怎么能吃到这种青瓜的原味了啊 我从那以后 我再不能满足 就用酱油这种调味了 哎 酱油醋这种调味 我不能满足这种东西了 然后呢 我对西餐又产生了兴趣 哎 我赶上了真的是好事 为什么呢 那时候正好是新潮方法 蓬勃发展的时候 就这种新式西餐 西餐呢 变得light了好多 清爽了好多 而且呢 fusion了好多 它并不是光是西式的了 它更是 更是这种 international 所以它 它完全改变了思路 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就有几个人 对我影响很大 为什么把这些人列出来 也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人的名字 可以吃他们的菜 和看他们的书 好 那第一个是Alice Waters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 他已经是比样厨师了 他是等于我们这个美国叫 这个菜园到餐桌的织母 他就70年来跟一帮朋友呢 就坚决的不再吃那种 industrial产生的那种菜 而他就坚决的 要有机菜园 应记 我就买了他好多书来看 哎呀 觉得他那个书呢 真是 就说人家也并不太调味 但是呢 很多蔬菜原味 就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就是特别好吃 哎 我就觉得 真是让我出魁门镜 什么 那时候我真明白了 什么叫人间有味是清欢 啊 这个 这个 然后呢 后来我就 又受了另外一个人的印象 就Thomas Keller 他呢 是 也是泰斗级的人物了 他的那个French Laundry 在我们加州是那种 连年的是三星 就是连年的三星 而是连年的 原来是特别好的餐馆 最好的餐馆 然后呢 他的 其实这个cooking理念 跟Alice Waters就很相似 都是食材的本味 但是他的更sophisticate 更精致 所以就像艺术品一样 我第一次知道 这菜能做这么漂亮 这个体验呢 被Rob Shum entirely推到了极致 Rob Shum跟他是一个style 都是more than French food 我就吃了 上一个18道的tasting menu 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 每一道菜 都是一个艺术品 这个18道菜 连在一起呢 就像一个symphony 我在听一支交响乐 是由味道 颜色 这种美感组成 这种整个一个交响乐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 就是真的识破惊天呀 真的明白了 什么叫顶级的美食体验 这个是我以前小时候 绝对不能想象的 一个美食体验 这个是 这个让我特别震撼 还有一个人 让我非常震撼 这跟他们全是 不是一个路数 这个人叫草根出身 他是一个韩国人 韩国美国人 韩裔美国人 叫David Chan 他呢 实际上是心事捧着 他就是颠覆 所有你想用的 这种传统办法 而且呢 他最主要的 就是说打通东西 就是说东方和西方的 这种cooking方法呢 来fuse 而且是一家又大远 所以这些人让我 真是震撼着迷 就是我就觉得 我等于说 几十年白吃饭了 那种感觉 所以呢 这之后呢 我就开始探索 然后就到各地 世界各地去 品尝这种 这种样式的美食吧 有的是米其林 有的不是 当时我就觉得 风魔到什么地方呢 有时候到一个城市 就是找米其林盖的 找这种eater 然后呢 就是从三星到一星 全给book了 只要那book上去book了 当然是花了很多钱呀 你想 很贵呀 有的是很贵的 但是不管了 就是等于说是 风魔式的去学习 光品尝 其实根本也不能 让你完全理解 然后我只要碰到 我喜欢的大厨 我就买他们的书来读 他那书很多 其实很难呀 就像专业书似的 所以呢大厨的书 我觉得非常好 他就是让你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 他给你光有菜谱 还有这个理念 现在我们家这些书 都好几百本了 对 我大概 我读了一二百本吧 大概 然后呢 第一开始拿到这些书 是有的书 不是所有的 有的书 就像天书 尤其是分子料理 哎呀 这我理解 我懂这个字 但是我怎么就不懂 人家说什么呢 但是呢 经过这么多年 我现在就这个东西 当然是完全能理解 自己设计了 后来我在家里 不光实践这些菜 而且我自己自创 现在可以自创菜了 像他们一样 就说 我可以自己设计菜肴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 你如果说的 不太谦逊一点吧 就是self taught Michelin style chef 就是这种 这种非常不谦逊 来着说的 但是就是这种 这种style 而我呢 就拥有了贫商者 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 这呢 让我更能好的 欣赏米其林 为什么呢 我知道它露数的 我知道它设计菜的露数 所以呢 能让我累积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精选了 对我影响特别大 有代表性 对读者有帮助的 这些经历呢 和体会 写了这本 未来之宴 这就是未来之宴 和我为什么 可以在这讲的原因 那你说了 哎呀 你讲了半天这个 新啊 旧的这些东西 那到底它有什么差别呢 我就简短的 列了一些 旧呢 是指我们小时候那种 就是说 30年前吧 大家追酷克的方法 现在新呢 就relatively 就我讲的这种新出方法 好的 那旧的 我觉得是 它都有固定的菜谱 和技法 有的菜呢 传承了好几代的 对 那个 徒弟呢 向师父学习 你得到的赞誉呢 这个徒弟得了真传 那个 我们记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一个电视节目 现在有时候叫 YouTube上 叫老范谷 老范谷 老范谷 师徒三代 就是教这种 比较正宗的 北京菜的 就是这种 中国菜的 你看他有时候 年轻人做个菜 说哎呀 这个好 这做的跟我 这个师傅 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师傅呢 跟他的师傅呢 这个还是 还是比不上 他的师傅 就是这种思路 就是德真传的思路 而这些东西呢 都有明细的 文化和民族规范 比如说 人家法国菜 就是法国菜 日本菜呢 就是日本菜 它不会混在一块 这就是旧式的 这些东西 那么 新式的思路是什么呢 不均匀于菜谱 他用一种东西 叫味道搭钱 一会儿我们要解释 为什么这可happen 来create新的菜谱 有的厨房 一天他可以create 好多好多菜谱 你想想看 这个都好几个菜 一个菜谱 是好多年在用 这个是一天就好几个 这个无量还不一样 它很重视创新 这种创新不光让突破前人 而且你要突破自己 你不能老做你做过的东西 师傅的厨房提供一个平台 让你来创作 当然也学习了 那你得到赞誉呢 就是用创意 而且它都是一个融合的厨房 国际厨房 一会儿我们还要讲 有的菜可以融合好几国的东西 在一个菜上 它都是基本上从菜园到餐厨 很讲究食材 很讲究这个印记 它占了不是百分之百 也是绝大 那这个东西呢 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觉得是美食艺术 就像我在Rob Sean那种经历 就是首先呢 是视觉艺术 这些菜你看 刚才我照的那些照片 你拿出来哪一个你看看 放在现代艺术博物馆 一点也不逊色 真是美轮美奂呀 那种beautiful 那种漂亮 那种艺术感 还有呢 就是说 它这个 它又是味觉艺术 味觉艺术为什么呢 就是说复杂精致 那它每一个都是很平衡 味觉 有层次 而且持久 就是不腻 这个以后 一会儿我们还 有专门的要讲 它是个味觉艺术 我觉得它还是个行为艺术 为什么 它给你精硬效果 给你像个艺术专制样 有的就像个艺术装剧 传递情感 给你新鲜 独特 美感 所以这独创呢 成了这个厨艺界重要的一部分 厨艺不再是原来那种平凡的重复 而是成为这个艺术创作 有这种创作的这种spirit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是 真的是让我用全新的眼光 看我熟悉了几十年的东西 你读越来之艳 你有这种体会 不再以这个同样的方法 做饭吃饭 好的 那我们这个 讲了这个半天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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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和这些 summary 那我们 弄点硬货 我们来给大家 讲一些 新潮美式 品赏路线图 因为我们不是原来说了吗 你就缺乏系统的理解 我们给你把这图说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 这一串slide 我们就讲一些 它的一些比较 很重要的流派 和一个element 好的 那这本书里 也是summary 那我们先讲 最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流派 分子料理 那分子料理 你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 你就把它理解成 厨房的现代艺术就可以 你如果 这么多年 这些厨师的群里头 这个发明分子料理的 这两一对兄弟 就是发扬光大 分子料理这对兄弟 他可以理解成 厨艺界的必夹锁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让味道 脱离了食材的约束 什么意思呢 比如有个草莓吧 我们以前的方法就 草莓切成丝 切成段 甚至是弄成泥 它不了 它让你成了草莓的味 草莓的气 草莓的雾 草莓的冰 它不再跟草莓 这种实体连在一起 这个之后呢 你想草莓这种味道 就是脱离了之后呢 它就是 set the free 它可以无限的重组 无限的这个 它可以无限的这种浓缩 无限的带路的 而再跟其他 这种free的 element的重组 它可以产生 无限的这种 重组的味道 所以就你能想象这种possibility 所以呢 它甚至有的时候 可以激发你的 位置幻象 就给你 重组一种味道 让你有儿时记忆 或者是这个 激发你某种想象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artistic的creation 我觉得孙子廖 也是我看到的 最artistic的 一个风格 它当然有创新之光 这根本就不算是 以前那种cooking 那这个的代表餐馆 叫艾尔布里 可惜它已经关掉了 那这是 这一对叫Andre Brothers 他们这个开的 这个BBC呢 曾经采访过这个一对 BBC对它的评价是 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 最有想象力的餐馆 我同意 我完全同意 那艾尔布里的金子银黄呢 就是也讲了这些东西 就是那我们再仔细看 它用了些啥 对它都有些啥 分子料里有些基础的一些方法 它首先制水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很好理解 我们也制 比如说我吧 我夏天有时候有lemon grass 就是我会把它煮成水 把那个有lemon grass味道的水 提取出来 这个我们像泡茶 我觉得其实是用制水的方法 就制水 制油 制油这个 那比如我们用的 橘子油 就是从橘子中制出来的 我经常制 我还制了香醇油 然后呢 芝麻油实际上也是制油啊 就是把这个味道 放在油质里 让它提取出来 然后制墨呢 是什么呢 叫胃墨 胃墨实际上是一种蛋白 你把它打 打发的时候 它像一个泡沫一样 像个墨墨 就像一朵 像个云形的那种墨墨似的 一会儿你会看 那里边就融着味道 你愿让它们融什么味道 融什么味道 你看你想想这样的话 你味道可以 可以无限的逮入它 你可以逮入它 whatever你忘了 我们会用实力来说话 然后呢 制猪 就叫震制猪 卫猪 卫猪是什么呢 就用一种 像arger似的东西呢 把这个味道 trip到圆珠子里面 然后呢 制物 制成气体 让它让你来闻 粉了粉沫 制成冰状的东西 把液体制成冰状的东西 我们就看一下图就知道了 这个不难理解 你看 这个第一个图呢 就是制物 这个物里有你想要的 这个东西的味道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芝加哥一个分子料理餐馆 我就上来一道菜 里边是一块鱼 外边有个纸灯笼 我就把这个纸灯笼呢 这怎么回事 把纸灯笼打开 把纸灯笼也打开 哇 是那种 就是烟熏的那种味道 smokey的味道 我就觉得 那个效果 我一边闻这种味道 吃这个鱼 觉得真是太棒了 就是那种 它这个味道 你看 你当时就忘了 鼻子实际上是 help我们尝味的 这就是味物的这种妙用 那这边呢 就是味墨 你看啊 它就是这里边 它可能用了一些料啊 让它有个味道 这个云朵 不光好看 而且是 而且是你可以 可以这个带路的它 可以 mute的它 好的 那 这个 这个意思 这是什么呢 大家想想 这叫mojito mojito mojito是一个什么 mojito是个鸡尾酒呀 但是呢 从过制猪呢 它可以把mojito 变成像圆球一样的东西 里面像个sack 非常有意思 多么漂亮 这个最有意思 这个跟我们来 这是西红柿对吧 这个上面是什么 你知道 这个实际上是 是意大利醋做的味猪 像我们 比如说西红柿 我们浇上一勺意大利醋 全都 全都在那一片 乱乱的 这个 不光好看 而且是定点 deliver 而且你可以控制它 意大利醋的这个浓度 这就是喂猪的妙用 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 这个照片 你看 这个花心是什么 这个花心呢 是margarita margarita 冻的花心 这就是 制冰 那这边呢 这个粉 制粉 这个很好理解 我自己在家里也吃 就是蔬菜水果 变成粉末 它很concentrate 这个是 那这个呢 是我在那个 吃的非常纯正的 一个分子料理 之所以说它纯正 是因为 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对吧 就是在西红柿 这个呢 你能猜出是什么呢 是苹果和牡蛎 这个上面是苹果味 底下实际上是牡蛎 但是呢 它create一种新的味道 你根本就猜不出来 猜不出它是什么 什么新味 这个像我们这个 生物实验的 它叫海马 它实际上是 用这几种东西 powder imited 西班牙小吃 海马的一个味道 这个有趣 对 所以呢 你看 这就是位置幻象 我把它写在我文章里头 你看 这个我就不读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比如说 你看 这个 就是味物的感觉 就花落了 变成一缕云 有香味的云 那味道好像很熟悉 但意识我也说不准 它是什么 对了 是大料 但比我记忆中的大料 味道纯净得多 好像大料的魂魄升华 云在 融在云里来召唤我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天上飘着雪花 北方老城胡同地面 坚硬如铁 我走过破败的四头院 家门口 梅炉旁 外祖母正在做饭 就是那香味 随着蒸汽 熏暖了门前的雪花 就是它这种味道 一下子能给你 trigger童年的记忆 就这些都是让你 trigger你 那种身产的那种味道记忆的 好多东西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其实 有些人觉得 分子料理不结 不结地气 我觉得它是最 我是最喜欢的一种 最接近艺术的一个东西 好 那现在 我们再回到这儿 现在有多少餐馆 纯粹的分子料理餐馆呢 很少了 它已经变成了 它这些东西 已经变成了工具 让好多好多人来用了 也不是每个新厨 都用它的工具 这几个工具 那么我觉得 它对我们这个 这个新式方法 最深刻的影响 实际上就是这种 分解和重组 寻找奇异重组 把这个食材 用分解的方法来看 这种approach 这种眼光 这是一个它的 lasting impression yes lasting impact 好的 那我们讲了半天分子料理 我们来讲一下 味道搭建 味道搭建呢 这个 就是 我们都知道有几种味道 酸甜苦辣咸咸 这种味道 首先一个好的味道 必须是平衡的 它并不是哪个味道 把别的味道全压住了 而且是很balanced 这就是平衡 还有呢 就是说层次分布 为什么呢 你有时候去米其店餐馆 突然看到 一个主菜边上 有二十几道配菜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让你一口气 把它全吃了吗 不是这样的 它就说 你在品尝的过程中 你可以随意地把这个主菜 跟任何一种配菜配起来 然后呢 你每一口的品尝 都是一个different experience 那是多么新颖啊 你整个品尝经历 都是很新颖的 多变的 所以为什么要 层次丰富就在这儿 那还有一个就是持久 持久就是 我们一会儿还在说 on the plate cross the meal 一会儿就是 你吃很多稻菜 都不会腻 那么它既是个science 也是个art 所以它require a lot of experience 和这个intuition 就是说 你到学习厨艺 到自己能设计菜 那个是很长的过程 我至少经历了很长的过程 经历了好多年 才达到 我自己开始可以设计菜了 也不是说 每个都设计的好 好的 那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flavor wheel 大家可以看到 酸甜 就是 黄的是互相提升的 白的是互相平衡的 咸甜互相提升 我们烤过甜食的人都知道 谁烤任何甜食都必须加点盐 我们川赛里有一道 叫咸烧白 就是典型的咸甜配 甜和辣的 当然它是互相可以balance的 你太辣了 你加点甜的 它就不辣了 不太那么辣 这是很intuitive的 好的 那我们就用一个例子 来说一下 什么叫味道杂健 就是我们 就是我做的一道salad 就是一个salad 那底下呢 是烤的这个carrots 所以它很dense 这种甜味很酸 carrots很甜的 所以很dense 芝麻菜 芝麻菜它是非常苦的 有点苦苦的那种感觉 我加了柠檬 加了那个olive oil 这里边还有一些咸的 这种奶酪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菜肴 然后我们把它分解 我们用分解的眼光来看它 好的 好 我们来分解它 那现在你就看 芝麻菜是苦的 柠檬汁是酸的 奶酪是咸的 OK 那什么还可以是甜的 那蜜肯定是甜的 所以这道菜 我可以不要胡萝卜 我直接加点蜜嘛 木瓜 我可以把胡萝卜 变成木瓜 红薯 西瓜 西瓜完全可以 西瓜非常好 在这里边 还有叉烧肉 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叉烧肉 都可以放在里边 都可以replace 那么芝麻菜呢 谁是苦的 古剧 鹰仔 水芹菜 Watercress 还有什么 苦瓜 我们特别爱吃苦瓜 那奶酪呢 奶酪咸的 烟鱼 火腿 卤鸭 坚果 你可以看一看 我们已经create了多少recipe 我们居然create了100个recipe 我没有lose count 你就combine吧 你可以略个表 到至少几十个recipe 那么我可以问个大家 你觉得最crazy的recipe 从这里边能create了什么来 我呢 给大家弄一个crazy recipe 就是叉烧和苦瓜 叉烧和苦瓜呢 我们不是说 把叉烧扔在苦瓜上面 而是说呢 我们想象 我们拿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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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色的盘子 然后呢 我们把叉烧切成 像山水一样的 印章一样的 把它摆在上面 摆上两三个 这种叉烧印章一样 然后我们把苦瓜呢 做成喂猪嘛 我们刚才刚学了分子料理 把苦瓜做成喂猪 这样的话 苦瓜呢 我们也可以调节它 多苦了 我们不要让它很苦 我们可以放糖 我们可以放 甚至可以放鲜的东西 让它成为喂猪 就在上面 漂浮在边上 那该多美啊 或者呢 我们不弄喂猪了 我们把苦瓜变成雾气 让它漂浮在 这种印章之中 就像山水之中 那是多美的一道菜 所以你看 这现在大家就知道 什么是分解的眼光 分子料理还是有用的 很有用的 所以呢 这是给大家显示 这么一个菜 好的 那我们再讲一下 味道的层次 味道层次刚才都说了 就是说你二十几道 你这个品尝的速度 那我就举个例子 在这儿 这是一个例子 你看 这是一个干贝 这是一个菜花 菜花泥 上面它用了 很脆的一个脆片 你吃的时候 你有时候可以吃个脆片 有时候不吃 这脆片就增加 一个味道的层次 增加这种口感 味道的层次 这个脆片是用 那个鱿鱼汁做的 所以有淡似的 那种海鲜味 这几个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好的 那 好的 我们现在再讲一下 这个品味的持久 品味的持久呢 有两种原因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on the plate 在一个地势中 就是品味要持久 怎么这么说呢 好的东西 第一口很香 很鲜 第二口很好吃 第三口你可能就腻了 所以呢 就是不腻 在地势中要有 它让它不腻的东西 这是我做的一个 香煎鲍鱼 鲍鱼很好吃 鲍鱼很好吃 把它打成花 用黄油煎一下 这个非常好吃的 但是呢 假如说 你吃两三个 你试一下 肯定就腻了 那么 我们怎么能让它不腻呢 这个地方 你看 我加了萝卜 清脆的萝卜 萝卜那个双 很爽脆 辣味 这边是苦菜 苦的这种芝麻菜芽 这边是鱼籽 这边是那种 鲍鱼干做的酱 也加了柠檬 这个酱里头 甚至加了一些酱油 很小小的 黄油和酱油 所以你吃起来 就不会腻 你越吃越想吃 这就是所谓的 品味的持久 在一个plate上 那品味的持久呢 到了cross the meal 就是说你吃 十几道菜 你还不腻 这就是技术 所以我们就 说这么一个观念 叫tasting menu 刚才我也说了 刚刚餐馆里的 都是tasting menu 不是一个菜 而是一组菜 为什么这么说 就一组菜 然后呢 这个菜呢 一般都是 三 五 八 十 十二 十八 二十四 都都有 对吧 他们不会让你点菜的 他都给你设计好 为什么呢 他就是make sure 你吃这些菜之间呢 有纵红交错 你吃起来是一个 起伏跌宕的那种经历呢 而你的味蕾不会tired的 那你看温度 浓郁 味道浓郁 间隔着清淡 清淡后可能又是浓郁 不同的浓郁 温度呢 有冷菜之后是热菜 热菜之后又是冷菜 口感呢 以前一个是酥脆的 后来可能是非常绵软 让你有这种间隔交替 盛宴 保持这个味蕾 不疲劳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这边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的一个tasting menu 这个是在rub上吃的 十八道菜的tasting menu 还印着我的名字 这就是 什么叫fine dining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这个 很多人 我们中的很多人说 这个厨师会做菜 这个厨师会做菜是对的 但是这个厨师 还要是个顶级的厨师 必须会设计tasting menu 一个tasting menu 就像一个well performed symphony well composed曲子一样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有时候就比如说 上一般的情况 跟朋友吃饭 我粤菜馆 我就最那个什么的 比如说一条蒸鱼 这个豆腐宝 这个炒青菜 这个有时候弄点小笼包 或者whatever 这些菜呢都很好 你把它单个挑出来都不错 但是呢 这种菜的组合 就不是一个good tasting menu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胃形太相似 它的温度也太相似 所以呢 这个是有很多可以提高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 我们不是很注意的 而且不是我们 我们其实每个人 就是就是也并不是很注意这个 这个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的 好 那么这个tasting menu呢 我就这书里就讲了很多 你可以就是go through the book 给你lead to啊 这个东西 就单讲不太容易 一道一道那么讲 就很费时间 我就这里不多讲 好的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呢 就是讲了这么多 我们还有开始讲几个风格吧 就第一个风格呢 我们讲的是 原乡美食的现代化蜕变 就是等于说 朴实家常的菜呢 变成了精致艺术 那这个happen a lot country right now 就是说像墨西哥菜 肯定人家有这个东西 这书里也说了 那秘鲁呢 人家的原乡美食的现代化 现在去年这个central 已经是number one of the world number one restaurant in the world 你想想看人家做的 那么西班牙也是这样 所以呢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 去西班牙旅行 我记得我一些朋友 我吃了海鲜饭 我吃了tappa 我什么什么都吃了 但是呢 我们不光要吃这种 普世家常的这个家常菜 还要吃它的精致艺术版 这就是我们好不容易miss掉的 这个这个 希望这个东西 知识对大家有用 好的 那我们 我就举两个中餐吧 来作为例子 我这次去年我去了这个北京 我就有吃过这两个菜 我觉得非常不错 一个就是米其林一星的一个素菜馆 叫山河万朵 你看这个朵有意思 这个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这就是萝卜糕呀 普通的萝卜糕 普通的萝卜糕在这 然后呢 普通萝卜糕 然后呢 上面呢 人家盖了 叫什么 就是萝卜的那种 萝卜的这个 用萝卜 鲜萝卜克的花 这你看 有层次吧 鲜萝卜和萝卜糕 这是非常漂亮 旁边呢 就是一个 红椒酱 这个这个 真的是把这个 普通萝卜糕做的很棒 我觉得是 那这个潮上潮的呢 底下这个 就是鸽子 这是鸽子里的 你知道装的是什么 鱼翅 人家是 用这个鲜汤尾的鱼翅 这鸽腿里塞了鱼翅 然后这是鸽子的肝 做得很好 我觉得是 我非常赞扬 他们这两个菜 所以你看 咱们中国 也现在也有很多 这种 这个家常版 就是家常版的 这种现代化 对啊 好的 那我们那个 再谈一谈 另外一个element 就是融合 这个融合 就是现在 就是基本上 你走进任何一个 比较高 比较高水平的 这种新潮餐馆 它都是个国际厨房 包括我自己 我在家里也做 有一个菜里头 也都好几个 好几国的东西 对 那这个东西 有一个棋手 叫David Chan 这个《未来之宴》里 提了很多 我们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读一读 他的故事 这就是东西融合 就是融合之后呢 就是 一加一 要大于二 不能一加一 小于二 也不能等于二 就一加一 大于二 这种融合 这种高水平融合 那我就用一个 我简单做的菜 举个例子算了 对啊 那这个 我们都吃松花蛋 我们日常吃松花蛋呢 我觉得很多人 就是酱油醋 或者买点醋 或者香油 把它弄在一起 但是我一直 对这个东西 不太喜欢 因为我觉得 酱油醋 还有香油 本身的味道都很重 我觉得它压制了松花蛋 本身的味道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改良了 那你看 我用中国的这种松花蛋 松花蛋 然后呢 我这个 做的这个酱呢 是用了一个 西班牙的红椒酱 西班牙 要把红椒 roast 之后呢 再用它自己的 juice 来 cook cook 之后呢 加了盐 加了一些调味品 变成 Share vinegar 变成西班牙的红椒酱 而且颜色也得好 深绿配深红 最后呢 加了法国的松露 发现这个非常棒 因为松露和松花蛋呢 特别的相对于这样 松露跟蛋就很配 松花蛋也特别相合 而这个呢 这个 这个法国的红椒酱呢 又让它有一个free 就非常好 所以呢 你看 这道菜融合了三果 三果的这种 messer 方法 但是我觉得 比原来我吃的那个 味道要好 好的 那我们对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再讲 就是讲北欧风 这个你想到现在朋友 不可能不讲北欧风 北欧风 是我这个章节里写的 这个 在这个未来之宴里是 它的这一章就叫未来之宴 而这个书也叫未来之宴 为什么呢 有人就问我说 你怎么那个把这书叫成未来之宴 是不是有未来的很多这种食材呀 我说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 我觉得北欧风呢 它的很多想法 非常前卫 已经是一个脚踏进了未来 我希望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就叫它未来之宴 那北欧风还特别有意思 我是当然一直关注着 这些新的流派的出现 当这个分子料理出现的时候呢 以后这个混合了一阵子 我就说 没有什么东西能压过分子料理 对 I don't think anything can after分子料理 那我说 那谁能break做出在什么 在哪个国家呢 因为日本 我想了好多 从来没有想到北欧 我从来没有想到北欧 因为这个地方 过去就是 看得分美是荒漠 并不是说那种 有美是历史的 没有没有 但是人家就一军突起了 这就你就不能不佩服 这些人这种所谓颠覆精神 一军突起之后呢 他还是一点不模仿分子料理 所以你看 你到北欧风里头 他甚至很少用分子料理的method 他有时候用 但是并不多 人家有完全自己的思想体系 那就非常有意思 那怎么总结呢 总结了几点 就是一个是自然 自然极简 精研创新 这是他们做到极致的 那么自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从来不会从一个远处 运什么东西过来 他们的那个食材 都是自己这个 发尾里长的 或者是野菜野花野果 而且有很多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种有一个餐馆的风格是 他这个餐馆 方圆三 三英里之内的东西 只在制作这个 包括肉食 你想想看 他就是非常自然 就是跟这个自然 那种harmony 取之自然 取之自然 他而且这个很环保 所以呢 极简 就是说 他那个极简风 这个我们都知道 就是less is more 他一点不花哨 但是他特别有艺术感 就是北欧风的设计 还有精研这个东西 真是精研 就是他的这个 要我说呀 就基本上像个research lab 他的chef呢 就像postdoc 我当时那时候去 北欧的一家餐馆 这是米其林二行 我去了 说你自己做吧 自己拿刀拿叉 哎呦 我说这怎么回事 这米其林二行 让我自己拿刀拿叉 好 我拿好 拿好之后 也没有witches上来 一会儿呢 有一个人穿着 这个chef的衣服上来了 拿了一个菜 过来说 我是做这道菜的chef 我什么什么background 这道菜 我是怎么想的 怎么设计的 哎呀 怎么效果 你来尝一下 哎呀 我就觉得真棒 就是说 无缝的跟一个 就是creative mind的对接 就是说这种碰撞 真是过瘾 就这种经历 在很多米其林的人 就更不可能 所以就真是 什么叫创新 什么叫经验 他们就是 就是这种态度 那经验呢 更别说了 他们把什么东西 都研究得透透的 那他不可能不创新 所以他可以 可以就是 在有分子料理 出现的情况下 还可以再 再透透了一批吸径 这些人是了不得的 我觉得他们 最重要的一点 我最欣赏的是 他们的东西呢 不光是让你想出 而且还挺thought provoking 好的 那个书里就写了 这个我觉得总结特别好 所以我就 我就放到这了 这米其林餐厅呢 无辜是雪白的桌布 乘量的糟叉 经营的酒杯 虚寒问暖的服务 时刻也是一关处处的 正经没做吧 这里没有 米其林餐厅一向是 丰富的藏酒围奥 长长的红酒丹 这里也没有 米其林餐厅的食材 都很贵重 鱼子酱啊 这里也同样没有 不光没有呢 连肉都不多 所以呢 不好意思 大部分的食材呢 都是当地的食物野菜 那你说你有什么呀 有巧思 各种各样的巧思 这种巧思呢 是深究戏言的匠人精神 源流不绝的创造激情 只有科学家才有的好奇 工程师才有的精准 和设计师才有的独创 真的是这样 让我震动的 不是说这种巧思 也不是用于取悦时刻的 更像是一个宣言 表明一种生活理念 如果以往的米其林经历 都是花团紧错的 这次就让我深思了 减速风格呀 工匠精神 平等态度 这就是对世间一切的 珍视和敬畏 对自己认知的挑战 这就是我希望的未来 所以我管这个 叫未来之言 这个真是 真是太让你觉得有意思了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像我们 就是我们很多人 就是以前我们对一个 超华宴席的想象是什么 从东京运鱼子 运这个鱼 从法国运鱼子酱 弄到这儿来 然后从哪儿弄深海鲍鱼 whatever吧 然后呢 让这个厨师来做 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 这一点都不前卫 这种思想非常落后 可以说 我一直认为 我特别欣赏北欧峰 就是过分依赖食材的 这个厨师 是懒厨师 所以呢 我们要挑战自己的创造力 那么你说世界上什么最值钱 我觉得并不是龙肝凤胆 而是人的心思 人的创造力 所以我特别欣赏 北欧峰这种 这种 这种style 好的 那 谈了这个北欧峰 还有一个风格 在美国的同学 是一定的知道的 就是新美国风 就新美国风这种东西 更难归纳 因为他四不招 什么都不招 好像是 他你就说可以归纳 如果能归纳 就介于所谓 这个新法参 和这个北欧峰之间吧 他也很讲创意 也是从餐员到餐桌 而且呢 他是广纳博收 美国的这些 各个流派的这种旁人 各个族裔这种旁人吧 而且他很重视 这个奇异的重组和分解 这个其实是 这个什么的 我就用一道菜 来说明吧 这个东西 还跟咱们中国有关 对 那这是Bennyu的一道菜 它是米其林三星的 一个餐馆 在那个 我们San Francisco 这是他famous lobster小笼包 我们都吃过小笼包 人家的小笼包 看着挺像 里边是什么呢 里边没有肉 大家 里边没有什么肉 里边是什么 里边是 轻质黄油泡的这个 龙虾 所以 轻质黄油泡龙虾 这个是法国菜 法国正餐 所以这是一个 中式的皮 法式的内心 这就是一种 combination 非常有意思 吃起来 有一种奶香 非常好吃 我有一个朋友 非常喜欢吃小笼包 我给他推荐了 他说 哎呀 我们不用吃那些东西 我们有鼎泰风 我们什么 我说 为什么不能 我们就是要品尝一些 给我们熟悉的东西 新面孔的东西 给你熟悉的东西 新面孔 也是这种新美国风 或者整个新式烹饪的 这个精髓 就是他就要 要给你个新面孔 好的 我们再谈一下 就是另外一个element 那就是 farm to table farm to table 这个我们都谈过一些了 这个很好理解 Alice Waters 纽约的有Dan Barber 自己的牛级菜园 新鲜硬剂 还有野菜 但是呢 我现在这里面 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 他们的硬剂 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的硬剂 就是说这个水果熟了 我摘下来 用就行了 这些人呢 把一个东西 从有幼鸟 到开花 到有芽 到不同阶段 不同品种 每个成熟程度 甚至从未成熟 到成熟后一年 都研究透了 他们的味道 所以他有的时候 就是摘 他想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你看看 这叫做精炎 所以你看 连你这个硬剂 人家都给你扩展了 你看这个东西 是我在一个网站 想买的一些 苗芽 你看看有多少种 我只是随便 照了一个东西 就太多种 太多种了 各种各样的芽 这个 那这个东西 咱们再讲一个 就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咱们讲了 这么多风格 什么风格 共同精髓 是什么 创新种 你去看 北欧风的出现 你就知道 什么是颠覆 创新 这就是非常 什么东西 他都给你个新的 新的look 那我们就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叫发酵腌制来说 首先呢 我们都发酵腌制过 我们都腌过泡菜 我吃过东北酸白菜 雪里奇咸菜 我们腌了这个呢 腌好的菜 我们作为辅料 炒菜 包饺子 做火锅 都用过 但是你看看 北欧 现在他们是怎么 研制的 这是新式的东西 每一样蔬菜 这是分别的 几乎世界上 能想到的蔬菜 每一样 它都分别给你 腌制 给你 给你pickle 给你发酵腌制 果类 腌苹果 草莓 能想到的 蜜 蜜能腌制 大家看到没 发酵腌制 还有蘑菇 这种东西 腌制出来的东西呢 它给你 怎么入转呢 它腌好的果菜 当然是 你可以直接用 还可以呢 把它pure了 变成果泥 还可以做成果单皮 还可以做成粉 然后呢 来左转 那么腌制的液体呢 你甚至可以 直接来给它 液体呢 拿来拌鱼虾 还可以做成冰激凌 还可以做成喂猪 你能想到的办法 你就想想吧 Pure song 你就不是最会腌菜的种人了 虽然腌菜从你这出来的 所以这就 这是一个例子 怎么这种创新 好的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美食的 这个 刘派呀 风格 我就想呢 给大家讲 再回到这个 品尝美食艺术团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 有很 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讲这个呢 因为 我就想问问大家 你是不是觉得 好吃 是美食艺术的终极体验 对 有很多时候 我们出来 这个米其林不错 鸭子好吃 或者是 这个鸡做的嫩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我本人觉得 这种东西呢 就是 用这个东西来描述 它的一些东西 是用单维的一个东西 来描述一个多维空间 米其林这种顶级的体验 应该是一个整体体验 给你整个的新鲜的感觉 而不是 就是好吃 那 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 好的 好的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 这个 这个是班尼做的一道菜 班尼现在是 一道 那个 这个 这个做的 这个 等于说是 咖喱仙背吧 这个仙背呢 它就弄成玫瑰花 里边是 加了这个鲜 然后呢 在鲜汤里边 外边撒上这个 这个黄菊的这种 这种花瓣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花瓣呢 就是说 这个黄菊的花瓣呢 正好在这个鲜味呢 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就让它 有一种清香的感觉 那这种 这个地区非常 不得风 你看到 就像你走到海滩上 有一个仙背呢 给你变成一朵花 迎接你那种感觉 这种东西好吃吗 当然好吃了 但是你发现你不能用一个好吃来形容它 形容它就太单薄 所以我希望大家改变这个观念 更多的是一个整体体验 从视觉味觉 这种感觉上的一个整体历史体验 而不是单纯的停留在好吃上这个东西 好的 那我们下面再谈一下几个那个 这个让美食进入这个艺术画廊的东西 这个就简单说一下 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就是说首先呢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当时这个我这个就是吃了很多米其林餐馆了 当时就是我就感觉到那个我们哪时呢应该是进入这个在这种这个餐馆里呢 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一种享受性 这种酷山水啊 然后里边呢我就把它弄成酷山水 就把它整个这个都是可以吃的啊 砂石可以吃的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马卡龙呢 是看着像马卡龙 但里边都是咱们东方的现行啊 就等于说一种东西冲撞 一种identity crisis啊 那第二个呢我做的叫洪荒了啊 洪荒这个东西呢 也是我就那个把它那个这个这个当时我们的画廊有一组画就是研究这个宇宙起源的啊 有些不同的画家来来画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我就那个做了一个美式装振啊 怎么回事呢 就把大家弄了一个这个洪荒 一片洪荒的乱石啊 焦土啊 然后我又在这里边create了一些非常那个古怪的东西啊 但是都其实都是我们熟悉的什么鸡肉啊 什么鱼肉啊 什么什么 但是呢我就想让人打破对美食的那种固有观念 让这个当一次神总事来探索他们 来放回自己的感知力啊 就这个东西都是我在艺术画廊做的啊 这我就把它放在这儿 让大家就知道一些我在现在在进行什么探索啊 好的这是这个洪荒装 好的啊那现在我们谈我们这个啊 这个什么的最最好的部分啊 就最好大家最受欢迎的一部分 就是所谓春节的年菜啊 春节年菜的部分啊 这个小人后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不好意思我们又track今天啊 没关系啊 还有15分钟吧 10分钟15分钟的样子 因为我们 OK那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刚才没有start timer 好那我就 我讲了 还有10分钟对吧 好的好的好的 那好那我们就讲这个春节年菜啊 对这个这是一定要讲讲的啊 对那那么啊 这个美我就先说一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年菜的一些思路吧 春节呢 我觉得年菜呢都挺棒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容易什么呢 容易过于的红火啊 也容易呢过于的不dress啊 有些人做的就是一盘一盘一盘啊 有些人呢做的是啊 好多是红红绿绿一大串啊 所以呢我一般设计这个年菜呢 我想用这个春色来作为主打啊 这样就不是特别的那种 这种太抢眼啊 所以呢你看 一般这是一个广式蒸鱼啊 广普通的广式蒸鱼啊 这个最大的会我就不做说了啊 这广式蒸鱼之后呢 但是呢我加了两个层次 我对广式蒸鱼 你要说有什么毛病呢 我就觉得它是层次不足 所以呢我用松子把它炸香啊 然后呢把松油浇在上面 把松子放在上面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样呢 你就这个蒸鱼后来就有一种松响 而且你咬了一块鱼肉呢 你看有松子脆香脆味 所以你看有了层次 然后呢我又放了一些萝卜花 和一些黄瓜花 首先它好看了 哎这个黄绿相间的 黄子相间的非常好看啊 那么但是这两个花呢 那个吃起来也非常棒 它就像muted这种通荡的萝卜 和这个和这个黄瓜的味道 所以非常非常好吃啊 这道菜我觉得挺容易做的啊 大家如果想order flower 就问问我到哪去order 然后呢 这个就是可以给你增加layers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菜 还有一个呢 这个更好做了 它叫水仙花开啊 当时呢 我就觉得这个季节 其实百花都没有了 我们这边也没什么花 但是只有水仙开放啊 所以我就想把水仙花 来pulling to the kitchen to the house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就用了几种东西啊 我们那时候呢 这个季节呢 我们这边有这个大大大大 这个大螃蟹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包蟹肉啊 我觉得我不知道那边 你们那边就是东部 有没有蟹肉啊 没有蟹肉可以用海贝的肉 没关系的啊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黄瓜啊 这个萝卜呢 给它削成极薄的片 然后呢 中间呢 当然切成半月形的啊 然后呢 把这个蟹肉呢 用什么来拌呢 用我们的蛋黄酱啊 蛋黄酱加上wasabi啊 就是清芥芒啊 拌一下 然后塞进去啊 塞进去之后呢 然后那个外面呢 是用蟹鱼籽酱 给它放在一块啊 放在放在上面给封顶啊 这样整个就像一个百合花似的啊 那吃起来也非常好吃啊 非常生脆啊 吃起来一直很生脆 然后很鲜 很 外面还有一种柠檬的味道 因为这个蟹鱼籽酱 是在那个柠檬的那个soak过的 柠檬flivor的soak过的啊 所以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前菜吧 等于是啊 好的 这个呢更有意思啊 这个叫家偶天成啊 我们春节都会吃偶 对吧 那我有时候就觉得 哎 想个什么新鲜办法做个偶呢 后来我就 把这个偶片呢 给它烫一烫 煮一煮 稍微煮一下 不要太过 然后呢 给它soak到这个 甜的这个 甜菜汁里 甜菜汁也不要很浓啊 就一点点就行 然后放了一些咸梅的水 咸梅 泡出来的水 这样这个偶呢 就有了一点咸美的味道 哎 就是很脆 很有咸美的味道 哎 然后中间呢 是用莲子啊 莲子是什么呢 有一天我弄到一个很好的莲子啊 就我用法式的方法 就做了这个 Honey Glaze啊 Honey Glaze怎么做呢 就是莲子煮到八成熟啊 不要很烂啊 然后呢 添上水 添上鲜汤 然后呢 就是鸡汤 然后呢 加上这个蜜啊 再加上黄油 让它一直收收收 把汁收完 就变成这个Honey Glaze啊 这道菜我觉得是后来非常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藕是很脆的啊 然后还有咸美那种酸甜的味道 然后呢 配上中间这种 这种Honey配成的这种 这种莲子 相当相当好吃 一热一冷啊 这道菜 而且也挺容易做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还有一个呢 就全家福了啊 我想每年大家 很多人家都会做这个全家福啊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也不是很米其林啊 但是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来提升全家福的这种颜值啊 我们全家福就 首先是炖锅鸡汤啊 然后把白菜呢 炒 炒到那个有了筋边啊 把那菜气炒好 然后铺在底下 然后就放了 开始 炸物 干什么炸物呢 芋头丸子 猪肉丸子 筋条 炸鸡条 然后呢 再放各种海鲜啊 然后后来呢 就是再放干的东西 比如海参啊 鱼肚啊 这些 反正很鲜吧 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放 但是有一个毛病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颜值不行 这道菜好吃 每年一看都很难看 没什么颜色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啊 首先我找了一个绿色的像猪一样的这种鱼丸子啊 哎 关于这个也不行啊 后来我用甜菜包了一个鸡肉的小饺子 三角形的 哎 这两个形体在这一块 就有点像蝴蝶翻飞的那种感觉啊 就非常好看了啊 而且吃的时候呢 这个这里边最好吃的是什么 白菜 这个白菜特别好吃啊 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想告诉大家 怎么来用一些geometric shape 来提高你的颜值啊 菜的颜值啊 好的 好 那我就最后用几分钟来分享一下 未来之宴的写作经历吧 啊 对 我呢 生育 等于说是理科生 但是也是文学之家了 因为我父母都是搞文学的啊 所以从小也读了不少东西啊 就喜欢 喜欢阅读 一直喜欢 文学 然后在大学里我读了很多 因为大学对北大 北大还是挺宽松的啊 所以我读了很多这种文学作品吧 到了那个二十岁的时候出国 出国之后英文就比中文读了更多 然后我觉得呢 是二十多岁在纽约住过一段 我觉得受了很多现代艺术的寻淘 我当时特别喜欢现代艺术 这个对我这个对美食 还是对写作都有特别多的注意啊 后来啊 那么十几年前呢 我开始写第一篇散文 然后呢 写完之后呢 后来受到我父亲很多鼓励 他说你写的很好什么的 所以呢 我就写作后来变成宣泄的渠道了 现在也写了十几半次了 涉及很多很多东西啊 我觉得呢 我当然都也想做一个好作家 那好作家呢 我觉得是要提供一双独特的眼睛 所以呢 这个要有新的视角 新的表达方法 所以我在那个《未来之夜》里 我也是努力变成 把它变成一种不同的书 所以这个书里 不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你看到的那种美食书 而是从很多不同的角度 从艺术的角度来探索 那么具体风格呢 我就是用文 我就总觉得我在用文字作画 所以是浓墨仲采 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大概比较适合一些美式经历 那写这本书也许有一些challenge 就当时怎么确切的回忆当时的感觉 因为这Summer Night 十年的经历了 是一个challenge 还有一个呢 是怎么用这个优美的文字 活灵活现的呈现 当时的那种体验 那也是一种challenge 你怎么把酸甜 把怎么把香 写得就是美妙呢 所以我用了很多心思 这个东西我就说 就是 所以有很多人夸赞他的文字 好 也是因为 的确是花了很多心思来写的 那书里的文章之间呢 也得有心意 因为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文章呢 有的是从tasting menu的感觉来做的 有的是从旅游 有的是从厨师成长 有不同的 所以就这个文章阅读 这个书的阅读体验 我觉得会是挺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读两段给大家 这是我的买书链接 谢谢大家这个 愿意读这本书的人 好的 那个小荣会放到这个半杯里边 好的 那我们来读两段 这是写辣酱的 白玉样的蝶子里 一团金灿灿的杏黄 是辣酱 杏黄色的辣酱 它的辣针尖一样的锋利 却指袭击舌上小小鱼翼 更奇怪的是 被袭击的部位随机跳动着 猴与舌变成了夜空 辣味在夜空里 绽开了一处灿烂的烟花 只是不知一个烟花过处 下一个烟花会在哪里 所有的烟花淡去后 一种特别的味道在嘴里散开 有点像雨后淡淡的土腥味 又不是 那味道太特别了 一定是烟花的专用签名 是写辣酱的 那么下一段是写一个 这淡香槟果然好 有一种隐隐的离子香 它清爽的酸 正好让奶酪的唇香 从始至终精神抖擞 不论是酒的酸 还是奶酪的香 都恰到好处 增一分则长 减一分则短 最后融为一体 化成一种别样的方向 融合的过程 有那么文雅 轻手轻脚 不出痕迹 花泻随水去 雪落尽无声 这些one pairing 好的 好的 我们讲了这一个多小时 我就想给大家一些 take home message 我们都讲的是所谓的 美妙时光 我们讲了吃 我们讲了艺术 我们讲的 其实都是美妙时光 美妙时光好得吗 好得啊 谁还不会享受呢 但是呢 我觉得又不好得 它要有享受的先进 要有享受的这种机会 而且更要有 拥抱美妙时光的这种激情 我希望我的这种 这个talk今天 能够激发自己 拥抱美妙时光的激情 我们再看一段 最后这个书 是怎么描写美妙时光的 看了一下时间 原来还不到正午 这也是第三杯了 不过我就醉了 的确放纵 放纵就放纵吧 人不能同一次 踏入同一条河 快乐时光 稍纵即逝 我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让时间拥有的停留在那 沉醉的瞬间 沉醉中 我的心境 由一只欢愉的鸟 变成了一条慵懒的鱼 在一条暖暖的细流里 随意地飘着 不知飘到何方 也不在乎飘往何方 只是渐渐地融化在 流动的暖里 这样的句子呀 这样的段落 在这书里还有很多 我相信这本书 你不管任何时候打开 都会给你带入一段 美妙时光 Happy Reading Happy Eating Enjoy 谢谢大家 那好 非常感谢盘盘的精彩分享 我真的觉得太好了 One of the kind 对不起 盘盘为今天的讲座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他的这个讲稿 其实就修改了好几次 从讲座的题目 到内容及呈现的方式 打开的方式 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反复推敲而成的 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 他的这个讲座的结尾 是以美妙时光作为结尾 这真的也是我们 为什么要办这个 讲座的一个宗旨 就是说 大家可以通过你今天 所知道的 了解的你的经历 来享受这样的时光 对于这个最后 这个slide也让我想起 我在读这个 《未来之宴》的那种 美妙时光 因为刚才我也说过 我读他的书的时候 真的是有那种 与一个四位谋面的作者的 那种心灵的相通 他在书中有描述 就是说他当读到一些 明厨的一些描述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身上发冷的感觉 我想他说的是一种感觉 就是他刚才也提到的 那种石破天惊的那种感觉 是一种全身心的一种享受 我也记录 我也想分享一个时光 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在读他书的时候 是这句话呢 是一个 是那个David Chang 就是他叫幸运的豪子 南朝鲜的一位名厨 他对这个泡面 他有一个特别高度的概括 他说 我们只知道这是泡面 可他其实就是特别能吸汁的淀粉 我记得彭谈判在书中 他说 哇 这是一位能用一句话 说清楚的人 我觉得真的是 说的真的是太妙了 I can't agree more 这个在他的书中 就是像他刚才也介绍好几段 一些精彩的描述 真的是读了这些书 读了这些段落以后 真的能够让你感受到那种 放飞自己的那种感知力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本书 那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下一个问答 我现在看看这个 我们先回答 就是问给彭谈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叫他这个好像不是问题 只是年夜饭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 请将您的问题和评论植入这里 演讲加分实在在 OK 请 谢谢 葳葳 OK 有人问 怎么加入半杯清茶社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回答 下面的问题是 是王中回答的 这也是你的 这应该是你的师弟还是师哥 是师哥 他说 魏京是不是分子料理的鼻祖啊 在哪里 我看一下 魏京啊 魏京不是的 魏京这种东西 就是说人总是把 就是我觉得分子料理 可能这个名字呀 非常misleading 对 就是说这么说吧 分子料理是个很广的东西 对 你可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归为分子料理 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分子料理 实际上是 这个Alboulay他们 就是这种这两个兄弟啊 就是弄的这种 运用到这种 这种restaurant和cooking中的 这一部分啊 对 所以它跟魏京没什么关系 魏京是另外的 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 他们用的很多东西呢 有化学的成分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呢 很多是很organic的 比如说 制油 制水 制猪 我在家里都可以做 我又没有什么 化学的分离手段 所以他们实际上 虽然叫分子料理 是比较那些 非常原 就是传统的cooking而言 并不是真正的分子料理 分子level的料理 对 对 这也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误以为的 我以为这个味道 就是在分子的水平上的 实际上它只是脱离食材的 对 但是它这个名字 很容易让人引起误解 对 他们是学过分子物理学的 是的 是的 对 是的 是的 第二个问题是叫 Jan 问的 她说 高老师 你提到曾经有近半年的 喝蔬果汁的经历 请问你当时的饮食是只喝果汁 改变饮食习惯 还是其他食物照常 只是增加了果汁 谢谢 这个东西 我其实说 这个crack一下 我其实这个蔬果汁 已经喝了十几年 我现在每天都在喝 对 那这个是 就是有没有改变其他饮食习惯 有的 就是并不完全是 只喝蔬果汁 喝了蔬果汁之后呢 你上次好就喜欢吃那种 比较新鲜的东西 比如说 新鲜的蔬菜啊 新鲜的水果啊 就是 我后来就是 一边喝了蔬果汁 我这些也在变化 我就不愿意吃那种 调味太浓的东西了 所以呢 我记得一个变化是 shopping的变化 就是买东西的变化 以前我们都是去买肉 买面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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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走 自从猪性之后 我记得那是 当然也不是马上就这样 大概 那么 两三星期之后吧 你 第一个就是 fresh produce 上哪儿就直接买 鲜的水果蔬菜 就反正渐渐就说 我觉得也 也不能是 就是只喝这个 它这变化就改变你味觉 改变你这个生活习惯 是一个整体改变 这个挺奇妙的一个感觉 是说 可能是因为 咸就是那种重的味道 没有了以后 反而你能够品尝到 原来不注意的一些味道 是的 就是很灵感吧 就是我们经常有说 就是你要是吃咸的话 就吃得越来越咸 对吧 对 能吃得越来越大 对对 下面这个问题是 这个是应该是 为问的 他说米其林星探 必须具有什么能力 我想它可能要有一定 又有很多 很多年的品尝能力 我当然 因为星探它太secret 所以呢 整个它这个 招收星探的过程 人家也不会告诉你 对吧 但是 我有一个朋友朋友的女儿 想当星探 那时候她想过 我记得她就是 成天去吃的 成天去品尝 而且你要 你当然 人家 我想你考核的时候 这只是其中之一 考核的标准 但是品尝经历 是会 肯定是要求的 对 就是因为 韦韦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跟着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 这个 心探 他们在品尝的时候 是不是不能吃的太饱啊 这个我想 我想也不是说 你就说吃饭本身 就这个菜 给你多少 你就应该吃多少 去品尝的这个人 不能说 鸡肠鹿鹿的去 我的意思是这个 哦 明白 对对对 这个呢 哎呀 我就不太 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的确 因为人他太secret 但是我相信 他们这个standard是一致的 就说 比如说 你在什么条件下 可以去某个餐馆 可以去餐馆 去尝了 这都是 就是A型探 和B型探 一样的 啊 不喝双 A型探 就随便你去 没有 他们有很 我听说他们有 很严格的行为标准 哎 就说 在什么情况下 能做什么 和不能做什么 这是很严格的 但是 即使如此 我觉得 因为品尝这种东西 的确太personal 你也不能说 完全公正 对吧 有的时候 他他心探 当然还要带 带有自己的preference 哎 比如说有的菜 我吃了就特别好吃 你觉得就特别不好吃 对吧 这个东西米其林 我感觉并没有说 他把它能够平衡掉 哎 他就说他 他还是得依照 每个星探不同的评论 对 对 而且他的这种体验 是特别的subjective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美食比较难 总结也在这 他太subjective 对 对 下面一个问题是叫 海伦的朋友 他的问题是说 日本用食物艺术展这方面做得很棒 嗯 迪拜世博会 日本管理专门有一个厅 都是用食物自作的各种艺术创意 这个就是相当于他是给了你一个信息吧 好像不是很棒 这个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对对对对 发现近几年近一二年吧 这方面东西越来越多了 嗯 对就说 哎 就说你这个用食物做的 哎 一种创意啊 这种东西哎 多起来了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不错 我希望将来也成为一个艺术流派就是了 对 谢谢这个信息 嗯 对 这个是确实是很有意思 嗯 嗯 嗯 这块有一点啊 有一个夸奖的留言 啊 叫很棒 啊 还有人写的好漂亮的文字 文字 就是在赞美你的这个书里头的文字 谢谢 谢谢 呀 非常好 啊 还有一个叫山人的朋友 啊 刘的言是 啊 原来是一个池子里面有大有文章 受教了 佩服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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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下面他有问题 他问 分子料理 只能分子 料理 什么 具体怎样分子料理 永远无法分子料理 什么 其根本原因 具体是什么 两位到搭 二位 两位到搭建平衡 哪些位到搭建一定平衡 具体怎么搭建 哪些位到搭建一定永远不平衡 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对 这个第一道 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了 味道搭建的书呢 现在有好多好多本 光我家里就有三本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位朋友非常会问问题 而且也有求知欲和好奇心 我建议他读一些味道 flavor beauty的book就行了 对 就是味道搭建这个东西 因为 它是一个 就是 又是science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这个 art 所以你很难 就是说 很难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这个需要很多东西来解释 他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建议他读一些 这个flavor beauty的book 对 那么品味持久 品味永远持久 品味当然不可能永远持久 对 什么具体怎么品味持久 在什么情况 品味一定永远不持久 这个我觉得很难回答 就是说 是什么情况 品味一定永远不持 因为首先 品味持久 是一个非常relative的东西 对 你不可能说 我昨天吃的饭 今天还有味道 那就麻烦了 对 只是说 你在享受这个mule的 这两个钟头之间 你的味蕾不会被tired的 比如说 我们指的是个relative speaking 说你在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 比如说你在前十分钟 你的味蕾已经tired的 这就不对了 因为你还有一个多小时的mule 我想去享受 这个所谓的品味持久 也是在这种 relative short period 那当然你 你有一个味道记忆 可能你记忆好多年 这跟我们现在谈品味持久 并不是一把势 所以这个品味一定永远不持久 这个我觉得 在什么情况下 是品味一定永远不持久 这个就很难说了 有些味道是很elusive 有些味道很elusive 你尝过之后 它就不在了 对 那有些味道比较long lasting 这也是需要play的东西 就是这个比较难 马上就是 具体的你要 这都是relative speaking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没有绝对的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 只能分子料理什么 具体怎么分子料理 我不太明白 他问的话 分子料理就是说 这个是 它有各种technique technique它可以用作很多很多的食材 对 有些东西是不是永远没法用分子料理的食材来做呢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majority的 原来就是普通的食材 应该都是可以的 对 那就是 有没有什么特例 完全不可以 这个我也没听说过 对 而且也没有 我也没觉得有必要知道 就是完全弄清楚这个东西 对 是的 这位朋友有很多问题 好的 我也是这回就是讲味道搭建 今天再听你 我看书是有看 今天又听了你的味道搭建的这些前前后后的一些理论跟实力的话呢 我对这个味道搭建又有了新的认识 又有更了全面的认识吧 谢谢 味道搭建实际上 我讲的是非常少的 非常基础的东西 我家里就有三本 非常厚的味道搭建book 就是各种各样will 就是 就是大家都在研究什么可以搭建什么 什么不可以搭建什么 对 这个是一个open question 我也希望这个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些研究 什么是不可以搭建的 什么是可以搭建的 我对这个味道搭建也是比较 我就感觉到这个这个味道搭建可以非常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延伸性 其实对 在各个领域其实我们都可以遇到类似的情况 对对对 非常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有一种开拓性打开思路 的这么这么一种想法 会让你觉得味道搭建是这个这个概念还是理论 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对对 它实际上是是有一个概念 当然这个概念我就讲了这个很简单的这个will 但是就是实践上太多东西在实践 对对对 太多了可以说 它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 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学这个 学这个了解这个米其林之后这个比岸吧 比岸这个米其林之上的一种收获吧 对对对对对 实际上我觉得米其林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当然说米其林享受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最多的是打开你的思路 比如说这个东西就跟抽象画很像 就不同element之间的combine 就是对对 然后呢对这个这个就非常非常一样的思路 对就像毕加索的画 把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element 然后放在一起 当然 Exactly 对对对 它就是很自由的这种 这种combine啊 结合啊搭建啊 这些东西 对但是人家不是说随便的就往里头扔 对吧 它是由它 是这样的 对我在家里是这样的 我在家里built这个recipe是这么built的 一般就是说 那个我呢 那个根据一些flavor built的原力吧 来想象一个recipe 然后呢我要试我要吃 大概有一半都不能work 所以它是个art 它是个art 它并不是什么 所以你要筛选很多东西 所以人家restaurant里拿出来给你吃的那些菜谱 也都是经过味道搭建 这个原理 built出来实践过的 它扔掉了很多 它tastes not good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自己本身体验就有这个体验 就是说很多一半以上都是 Oh my god I won't work 然后然后就 然后就work了 有的就特别work 特别so good 非常好 柯刚问 中餐很丰富 菜式多样 也很popular 几乎每一个shopping center都有中餐馆 但是一般都不是高顶餐馆 为什么 对就是你看我这个talk中也踏吃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中餐的确很丰富 我们很棒的有这种美食资源 对吧 但是我感觉这些东西呢 还是比较家常做的东西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 所谓中餐馆里做具体的某个菜都还可以 但是呢 我感觉他们就build tasting menu这个能力就差了很多 但是呢 一般你要评米其林星级餐馆 你没有像样的tasting menu是很难拿出来的 对你就至少二星以上吧 我不说一星有的就可以 但是 所以你要到三星走 靠的全是你building tasting menu的能力 这个东西 就我们普通的餐馆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好 像驴门已经很好的餐馆了吧 你在那去吃菜 我觉得它的菜的味性呢 就当然我就是从这种米其林这种角度看哈 也不一定对啊 我只是个人的观点 就是说它的菜的类型呢 味性太过于相似 都是咸鲜 咸鲜鲜 就是说它有的时候稍微辣一点 稍微酸一点 但是它这个味蕾整个它这个开 它好像没有打开似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它过于集中在某一个 这个味道比较pleasing的阶段 所以这个东西是它的一个 我觉得是它一个软肋 它必须开放这个思路才行 对啊 就是 这是我一点个人的观点吧 对 说到中国餐厅的米其林 我们这回 就是上月 12月份的时候回北京 然后有机会试了 也是你说的那个 就在三里屯的那个 米其林二星 屋里香是上海 上海参观 对对对 相当不错 其实我们吃的非常的满意 但是我就是 因为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不是很饿 就是只是想吃点东西 所以没有点它的这个 也没有问它 有没有这个tasting menu 我其实都不肯定 它有没有这个tasting menu 你知道吗 对 好像它没有 也可以有 有的occasion也有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即使在 我其实也去 就去年去了北京 我发现它们 我发现它们即使是 就像屋里香这样 就做的挺不错的了 但是呢 我感觉它们对于这种tasting menu的 也并没有那么conscious 就是说 应该是按照它们的能力 应该能比较更好 对吧 我们这个中餐要有野心 我们并不说 我只凭个米二就算了 我们要冲top50来 我们要走到领先世界的地步 所以要走到那个地步 我觉得就需要更开阔的思路 对 就是说 更艺术吧 就这种想法 更是这种艺术感 更强一些的东西 其实中餐有很 多的潜力 对吧 对 对 很多 我的感觉是 就是说 我在北京的感觉 我当然也是很 蜻蜓点水 我觉得他们的中餐师傅 西餐的眼界都不够 对 就是说 他们的中餐 就是现在你走到 你比如很顶级的餐馆 这些师傅 他们东方西方的东西 都拿得起来 对啊 你到冰岛 你到那个北欧风 你去吃 基本上像吃日餐 哎呦 怎么像日餐啊 就是说 他的国际厨房做得非常 就他已经融到血液里了 这种思路 那我感觉很多中餐馆的师傅呢 就是说 他的西餐的training还是不足 就是我们的国际厨房 这个这一点 做得并不太足 所以他的思路和眼界呢 还可以再开阔 他们已经做得不错了 我不是说人家不好 而是说 还可以再开阔 还可以 我们开阔更有野心 我们还可以上 Tal 50的No.1 Why not Right 陈伟 但没经常说的陈伟 问您 现在中餐馆 有多少是米其林 我记得有一年 给大董评了一星 大董不太高兴 这个得看是说 在中国还是说 在美国的米其林 对 那都不一样 对对 就是说 在美国有 我知道 在美国我知道的 大概有那么 东部大概 东部大概有那么 四五家是一星的 西部有四五家 是一星的 就这差不多 差不多吧 我也不能说 完全确定 然后呢 那伦敦呢 其实有一家 米其林二星的餐馆 是中餐馆 但是人家是新式 你后来吃了就知道 人家是很新式的中餐 他还是很受追捧的 叫A网 那中国呢 就很多了 中国有三星 二星 一星的 这都有 就北京上海都有 对 就大董我不知道 我没有吃过大董 大董是那个 北京讨压店吧 对对对 我没有吃过大董 所以我不太清楚 对他这种平行 我想大董平个一星 也还是可以的 不是说 大董我好多年以前 也去过 那个感觉是不错 那还行 对 对对 但是就是说 我们中餐馆 好像三星的很少 对所以就是像我提的 你要到三星走 你必须需要更开阔的眼界 然后呢 更艺术感做的菜 你更有那种 眼界更高一些吧 是的 下面有人问 米其林餐厅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和青睐的根本原因 决定要素 具体是什么 我想就是米其林餐馆 受到人们的关注 也是因为 就像回到我们原来嘛 就说人们现在 越来越想贫赏 越不满足于果腹了 光吃的饱了 而且是吃的好呀 这也是一个社会 整个这个世界 富裕的一个象征 我觉得 就是大家都有钱 可以消费的 更精致的消费了 我觉得是这些年 而且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 这十几年吧 就是厨艺界 花样也特别多 人家真给你 produce了好多 有趣的东西 什么东西有趣 你就自然有观众 肯定 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讲 也是这个原因吧 对 我想也是 这十几年来 这个国际旅游 也是特别的多 那也是一个原因 对 你说的 对 对 判断何为米其林 最美食物的唯一标准 各具体是什么 米其林的那个标准 已经写了 我觉得就看一下 那个slides就可以 这是米其林评判的标准 对 对 做一道最难做的美食 其中什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具体怎么解决 什么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具体是什么 对 就是说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太多的罪了 其实我们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cooking的人 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们每一个菜都是很特别的 并不是说这个菜 每一个菜都有点特别的一宿 我并不觉得哪个菜能是最难解决的 或最不难解决的 就是说 我越来越觉得在这里面学的越多 越practiced 我越觉得没那么多的罪 就说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就像我们做scientist一样 来解决它 就是想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然后呢 去找一些资料 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 是你的关键 就是你不give up 你不半途而废 你永远想解决它 这个是我觉得在任何问题上 不管难不难都是最重要的 对 那下面的一个问题是 判断何为米其林 美食的唯一标准各具体是什么 这个已经说了 对 这个标准已经说了 对 好的 那我们往下走 第三问 做一道最难做的美食 这个已经讲了是吧 第三 他说这三问请再帮我问一下 哪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看到 他实际上是问了两遍 什么问题就是说最难到做的美食题 对 我没有遇到过什么最难做的美食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每一道题都挺unique的 对 每一道题都有它各自比较难解决 和容易解决的难度 那这么东西我觉得 就说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不give up 就说不断在想怎么解决他们 对 这是我能给的体会 就是 对 谢谢 非常好 现在已经有人说他买了您的书 谢谢 谢谢 想知道这个讲座还能重新看吧 我想这个回答是 是的 我们是有录像 立川是不是这么回事 有 我已经写在那了 我可能是直接给这个message给本人 所以就是我们会放在那 好的 谢谢 而且你也刚才回答了那个叫Sherry的问题 对对对 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两名会员介绍 还多少有点会费着用于那个录用会使 没有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看跟谁比较熟吧 如果不熟的话 就让他直接跟你写email吧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说话的这位是陈立川 他是半杯清茶社的第二任社长 他现在的我们每次这个网上的线上的讲座 他都是我们的技术支持做了很多年了 所以很不容易 今天又是从头到尾陪到现在 所以非常感谢 黄是刘元问的吗 你自己有想法去做米其林星探吗 没有这个想法 好的 好的 曾经去过香港的Top 50 香港No.1的餐厅 去年12月去LimaTop 50 2023 全球第一的 对 确实不一样的体验 您的知识感受文字非常棒 感谢分享学到很多 哪里可以买到您的书 刚才盘盘有 Amazon有买的最简单的方法 一输入这个名字 对 对对对 Amazon就写未来之宴就有 Amazon就可以收到 对对对对 刚才好像有一个slide是这种有的 对对对 我也就是在Amazon上买的 很快 谢谢 旅游员的不是问题 他是查了一些资料 刚才查了一下 中国大陆目前有5加3星 15加2星 102加1星 120加 叫什么 Babe Gormitt 就是米其林推荐 对 米其林推荐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元姐 谢谢 谢谢 她总是那么厉害 特别快 特别快 谢谢 非常 那我正好借这个问两个问题可以吗 好的 好的 先再次感谢盘盘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听她这个讲座了 但是每一次的体验都不一样 因为她每次都花了大功夫 再把她的讲座提升到更高一级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很累了 我刚才说我刚下飞机 本来想去睡觉了 但是呢还是享受了两个小时的美妙时光 那我两个问题 一个是就是跟刚才咱们讲这个米其林 它有平心的 然后它有它推荐的 在它推荐里边还有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 那我就想问盘盘 就是说你有没有去过这些不是上星的 而是推荐的餐厅 而且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比起米其林的 有星的有差别 我自己有一点体验 就是说比如说去年华府 是去年还是今年 我还跟半辈的几个朋友 我们去就是华府的餐馆周 就特地去挑一些米其林的餐厅 或者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去品尝一下 那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我尝过上星的也尝过推荐的 我个人感觉有一些推荐的 虽然没有上星 可能比那个上星的还要好 这也是我上次在加州 就是12月31号 我特地请我的小叔一块去一家 Polo Alto的一个一家饭馆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它是一家越南饭馆 它并没有上星 但是我们自己觉得体验非常好 而且吃完了以后 那个因为我问了好多问题 所以那个大厨特地亲自出来回答问题 这个大厨特别能聊 聊了半个多小时 把每一道菜怎么做的都跟我们说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希望你们上星呢 他说我们没有 因为他说要上星的话 你整个的餐馆的装修 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 都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他们不想朝着那个方向做 他们只想把菜做好了就好 所以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对他米其林推荐的这些餐馆 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你觉得他在评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自己去体验 觉得有的时候他没有上星的 甚至于比那个上星的还要好 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类的经验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刚才也谈到 因为你们在加州 有很多的新鲜的蔬果 一年四季都会有 我们在东岸可能没有这个便利 而且像你做菜的时候 会用一些花啊什么的 你也提到会推荐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买 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意见 谢谢 对谢谢 好的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肯定有过这种经历啊 我觉得有些地方甚至上了星 他路死星之后我也不在乎 因为我喜欢这个餐馆什么的 所以呢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 就是说餐馆这个东西 美食体验实际上是很personal的 因为为什么你很喜欢这个呢 因为这个餐馆可能做的菜就合你口味 我就觉得我就特别喜欢那家越南餐馆 那个留言大姐说的留言餐馆我非常选 其实我就觉得上不上星我都喜欢 对啊 但是有的上星的呢 你可能吃的 因为觉得并不特别那个一般呀 就是我并不太合我的味道 所以就回到所谓的这个米其林 这个不是波尔米其林 这个美食体验是非常subjective 是比较主观的 那么反过来我们想这些星探 他肯定在平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对吧 那他为什么平了这个没平那个呢 那肯定这平 觉得这就是subculturally可能他觉得就合他的胃口 他觉得味道不错 这有这个原因 但是呢 如果你 我是这么感觉 如果你尝这个十家 这个一星的 和十家不上星的 那你马上就知道 那有些东西不上星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这一家的经历可能肯定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数量越多 你越知道他星还是mean something 对对对就是说这是我的观感就是了 对 因为我就觉得你要比如说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比如你到法国或者到什么到西班牙 他你选的一星还真是就还就是这种 percentage wise吧 不能说是每一个都会什么 percentage wise 他会更好一些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加州的这个蔬果是非常好的 我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说到edible flower edible flower呢 我们有的自己可以种 有的呢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网站 就是叫sweet botanical 我到时候把这个网站发给那个花点社长 然后你可以放在半杯的这个网站上面就是就上面 因为写很难就是说很难说 我可以不可以发给你 然后你发出 对对对 那个就是当年网站一年四亿都可以有edible flower可以买 对 但是我去我现在正在develop一个home garden 希望我可以种这些 种也有问题啊 有的时候开很多 你又不做菜都浪费了 有时候你需要它不开 好多问题都是 对对 我把那一网站 还不如就去买 就是还不如就去买 对真是 这个网站是全国都运的 没问题的 那刘元杰你的问题都回答了 你对 你就再说一遍那个 那个他叫什么 叫sweet botanical 我当时刘元杰我给你 我给你发过去 我也给那种社长发过去 对就他有个link 你打开就什么都可以 好多好多东西的理念 现在就这个最后一个留言是 可能也是总结一下这个米其林吧 他就是说色香味 服务质量干净 这是他 我想是对米其林店的一个 一个笼统的一个 印象是这样子的 这是对 对 我看看后面还有 问题还很 还能说好的谢谢 这有人 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 好像也已经跟上面的比较重复了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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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杰大姐就是这个 Gourmet sweet botanical 对 你就打 你就click 你打开 它很多很多花在里面 好的 请问米其林心探只能探出什么 具体怎样探永远无法探出什么 其根本原因具体是什么 这个因为他们都太神秘 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些问题 是的 他说这个越南菜的餐馆 那个餐馆的这个名字叫什么 Tamarin Tamarin 我给他写一下好了 我看这边是 你不用了 我可以 我放了那个Chairroom 谢谢 谢谢 Gourmet Tamarin 对不起 这还有一个人问 这个怎么加入半杯清茶社 刚才 立川也有回答 是说 要两个人 介绍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要求 只要有两个半杯清茶社的社员 介绍 就可以 非常好的社团 高水平 谢谢 他又问了一遍 那就过了 下面就是留言节的留下的这个信息 有一个例子 这就是那个买花的信息 那上面都是很多很多的 各种花都被买到 那我们的Fox里的问题就都过了一遍 现在有没有谁想还有些问题直接问高盘盘博士的 可以现在打开来问问题 那好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其实也蛮晚了 现在已经是9点50多分钟了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盘盘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讲座 我现在说一下这个半杯下面两个月的活动 下个月我们是2月份吧 3月份 我们会去组织去这个在维基尼亚 那块有一个马歇尔将军的故居去参观 就是George Marshall的故居 这是一个day trip 我们过几天就会把这个信息放在这个半杯警察社的那个群里头 4月上旬 半杯也会有一次线下讲座 线下的活动 因为继续内容还在筹划中 所以现在先不公布 等确定之后呢 会及时通知大家 好 我就是有这两点 向大家这个说明一下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今天我们的这个 始于美食 真于艺术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高盘盘 而且祝大家新春愉快 谢谢 谢谢半杯 谢谢小荣 谢谢刘言姐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春愉快 给大家拜年 谢谢刘盘盘 谢谢 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